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外援助无偿援助占比36% 无需贷款占比80% 又会贷款55.2% 由物资 资金 设备 技术 工程 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 世界上的对外援助并不是无偿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 而它的援助目的通常在于操纵援助接受国的政治局势 而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着远点通常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政治附加条件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2004年开创了资源 信贷 项目的安格拉模式 极而言之就是 中国借给安格拉一笔钱用于购买中方的工程项目服务 如果安格拉还不上线 那么就由中国开采安格拉的资源进行礼偿 中国的工程 矿产 金融企业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分得一杯羹 看上去还不错 其实我们能获得的利益远不止如此 中国援助非洲的工程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说医疗 铁路 港口 电站 信号站这类的 中国方面是项目的建设方 但在项目落成后因所在国 学师管理经验 需要中方参与经营 那么建成项目的实际运营权就会被中国所掌握 而掌握像物流 交通 通信这样的枢纽 对于中国的经济拓展是有极大弊的 中国的港口建成在哪里 中国的货船就驶向哪里 中国的铁路修到哪里 中国的商品就销售到哪里 中国的信号站矗立在哪里 中国的声音就传播到哪里 微信搜索迷彩湖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成就 看看中国近些年来 在非洲开疆拓拓的成绩 承栏项目的工程类央企 是以总包商身份出现的 总包商承栏项目 在将项目结分给民营背景的分包商 分包商为求成本最优 在国内寻找设备供应商 同时在国内工资 两到三倍的价格 在国内招募大批的农民工出国务工 而这些农民工在海外 居住都在公司 获得的工资也大多寄回国内 这样一来 带动并活跃了国内的经济 二来 解决了国内就业 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 基础设施项目 并不是孤立的 比如说 帮助非洲国家建个火电厂 火电要烧煤或者油 就得配套能源开采业 工矿和银链系统 建设能源企业 但没有设备 就得从中国进口机械 而且光是开采出来还不行啊 得要运送出去吧 那就需要一整套交通物流系统 这些企业设备矿场不可能自行生产 还需要有操作管理的人才 教育培训是不是也得搞一下 医疗是不是也要搞一搞 最后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建设起来了 这整套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启动 那是不是也得考虑从我这贷款呢 所以对外研究最开始可能仅仅是一个点 但这个点建设起来后 就产生出了对整套系统的需求 而因为我们最早进入 这个体系的标准和规格 是按照我们的思路和标准打造的 所以接下来的体系建设工作 我们是最为适合的 就像所有商业行为一样 开始培养对方的消费习惯 着重于对方之后的购买行为 在六七十年代 日本利用二战赔款的机会 一举为日本商品 打开了东南亚市场 稍带脚的转移产业 形成了事后赫赫有名的验证模式 世界上花大笔钱高 对外援助的国家不在少数 除了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外 日本在东南亚和我们竞争 印度在非洲和我们较量 从根本上来讲 对外援助 是在为中国的过剩的资本 产能 劳动力 寻找新的市场 这块阵地 我们不强 别人就要占领 可以万不来讲 即便援助是无偿的 没有后来附加的项目内容 我们也不能只算经济账 不算政治账 不能只顾引钱 不顾全局 即便是当下被诟病最多的 改革开放前的对外援助 也有其深远意义 我们在东南亚 在非洲支持反殖民 搞共产主义 拖住了英法等西方国家 我们对阿尔巴尼亚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的援助 拖住了苏联 这一拖 就使得他们无法拼尽全力压制中国 为中国的发展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就拖出来中国的两弹一星 三线建设 和一整套的工业体系 我们今天和大国之间的缓和 是暂时性的 如果未来对抗程度加剧 还要继续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 以争取中间国家的支持 节目最后 火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 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 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 你还可以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势 要阅读 将向您进购20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你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 别买惠出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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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半量这张